我们大概分成几个步骤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做一个表单 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始 当然相关的程式 如果你对于上礼拜不熟的话 其实云端上面也有对应的答案 你只要找到 这边有一个叫设计表单 就是把Exail当资料库来用的话 当然理论上我们需要做第一个 就是把画面做出来 比如我在这个地方 设定一个表单 那表单里面的话 我习惯是由外额内 由左到右 反正这个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 所以建议回去 可以再用类似 假设你有这种输入需求的话 也可以稍微再把它改变一下 那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问题 你第一个画面做好了 第二个按下新增 我希望可以把这四个填的资料 可以直接写到 以Exail里面的话 那要怎么做 所以对应关系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底下这几行 反正就是一二三 把资料放到这边来 资料放到这边来 其实应该看底下 这边会比较清楚 所以分成一二三四个动作 那分别其实就把什么 第一个testbox 也就是说在表单上面的第一个文字方块 填的资料放在我们哪一个 A栏里面的第几列 第几列可以用追踪的 所以关键地方追踪 这个我们做蛮多的 这个可能要熟练 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丢进来 在自动怎么样 带出平均 跟带出合格不合格 跟带出ABCD 基本上我们这边是用丢公式的方法 当然如果我不丢公式的话 我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其实底下是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我计算完之后 再丢到哪里 再丢到那个我们的储存格 也可以有两种方法 有方法一 方法一就是丢公式 方法二的话 就是做完之后再丢过来 做完之后 这平均的话就是把 这个取得的三个文字方块的资料 先把它 所以外面有个CIND 就转成文字 转成数字 因为它里面放的是文字 把它转换成数字之后 相加之后再用RUN 把它做45度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OK 那另外的话你也可以什么 用成绩函数 这个成绩函数哪里来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写的 程式码里面有个Function 其实可以 那个Function除了说可以有那个什么 也是有呼叫之外 我们之前有写一个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用那个第二种方法的话 那你恐怕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写一个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好像我们之前有写过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把我云端上面那个Function 贴过去也可以 印象中应该是在 成绩函数 跟成绩多重函数 也就是如果是Function 除了说可以在Excel里面 可以插入函数之外 你也可以在表单里面 表单里面也可以呼叫它 所以这个成绩函数指的就是 这个Function 它名称叫成绩函数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呼叫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什么 变更一些格式 格式化成什么 微软正黑体 改变那个字型 其实就这个 Function 就这个部分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字中 Honi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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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但主要因为他的名称是英文的 所以其实对照 假设他用中文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懂 另外的话 框线 重新再绘制 Bolders.color 这个之前有做过 再来就防呆 防呆部分的话就是防止他 比如没有输入 然后就按行针不对 另外的话 输入一定要是什么 数字 如果非数字就跳出来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不应该的动作 把它挡下来 那主要我想到 大概有1 2 3这三个部分 分别把防呆的逻辑写下来 然后防呆逻辑基本上就是if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就是if Testbox 1里面没有资料 然后做什么 警告他一下 请输入姓名 然后有不要再放在 那个什么 set focus if 就是底下的事情全部都不能做 让他怎么跳过去 不能让他往下 不然往下走就变新增了 ok 所以特别是if if 不是很重要 然后底下的话 1做完 换2 换3 换4 这个是判断是不是有输入资料 那再来 判断是不是为数字 就我们用的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is numeric 这个 ok 然后把那个你的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都一丢给他判断一下 那如果不等于 true 意思说不是数字的话 所以这个叙述是 如果testbox 2里面的资料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就measure 吧 跟他说 请务必一定要输入阿拉伯数字哦 你不能输入什么 ABCD啊 或者是输入什么 啊 国字这不行 ok 然后并且把里面知道清空 然后游标再放上去 最后一定也要什么 一定sub 也不能拉往下 ok 那大概就固定了 这个地方防呆的写法都还蛮固定的 你就要想到说 如果你表单输入那些资料 是错误的你就把它挑出来 所以我想到大概会有三种 就是没有输入 跟输底下三个没有输入数字 或者输入即便是数字哦 他不是零到一百 因为最低分是零分 那你不能复分啊 没有那种复分 你也不能超过一百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第一个是判断有没有 第二判断数字 第三个是不是一百 零到一百之间 那我写成这样 是不是 主要是抓出什么 复分 小于零的 ok 比如说大于一百 有没有里面输入大于 或者是他小于零 这两种都不可以 那不可以帮我找到 请输入零到一百之间的数字 把它清掉 然后一样 set focus 跳出 那二三四都做一样的事情 ok 那底下呢 如果上面的事情都没有做错 才能新增 ok 这地方非常重要 那以后如果你要想到第四种的话 那你先把它加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 只要想到有可能要挡下来的部分 就挡掉了 那以后呢 人家输入的资料 一定就是你要的资料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以后呢 再也不需要 去查哪个资料输入的错误 不用 因为你都已经想到了 ok 这个其实是还可以再修正 比如说可能 突然间回来 奇怪怎么还是有 那你就再把那个逻辑 把它再加上去 那这样我想以后 你给人家的那个表单 基本上就一劳有益了 另外最后有讲到 输入资料还要怎么防写 因为直接按Enter 还是给我讲这个call 这个key call 就是那个内码的部分是13 Enter 就把它call什么 变成新增的按钮按下去 ok 那最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 protection 就做那什么 工作表的保护 这个还蛮重要的 以后 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给人家资料 建议都是做保护 但问题了 你保护之后 你要VBA要新增资料 会发生错误 因为不能输入 那怎么办 你可以动态的 把它的那个什么 保护取消 比如说密码你知道 那你就把密码 先动态的把它取消掉 然后动态的再把保护 再把它加上去 这样的话 基本上也就只有表单 可以做修改 里面资料 把这个动作 其他不经过你的允许 是无法做任何 这个资料的修改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就一劳容易了 OK 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出去的东西 就不会乱填一些 不应该填的资料 那你回来又很麻烦 你不要去修改 倒不如用这种方法 OK 那这个方法 验证的结果 其实还蛮不错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 在工作上 用这个方法之后 几乎就一劳容易了 不用为了这些修改资料 不要错误而必须要不断在加班 或者是说呢 发生错误 你又要再想办法去把 那个错误 想办法把它修正 那倒不如你在源头就控管一下就好 OK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相关的那个 内容 因为上礼拜说 没法讲太慢 所以刚刚讲的东西 影片都在这里 如果你还是有一点 看到大家 那个有些同学 眼神里面还是有一些 感觉 不是那么熟练的眼神 因为 那个眼神如果很锐利的话 就不一样 种种有神 真的就表现 这完全很清楚 跟完全有点不清楚的眼神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呢 回去 还是多练习 这种东西 这很好用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 今天呢 请各位待会 再帮我开启 那个我们的 日期时间函数 那一样打开之后 启动 启动编辑一下 那再来 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什么 在Esshell里面 有关那个日期跟时间的 这个部分 该怎么处理 因为很多人 对于处理日期跟时间 真的很头痛 为什么 因为要计算很麻烦 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 那个什么呢 我们看综合链销 你会发现 切过来综合链销 我们今天最后会有一个 这个最后的一个综合练习 就是要把一整年的年利产生 OK 产生年利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Esshell 或者最后 最好是这边一个VBA 按下去 自动 一整年的年利全部完成 是最好的 可是要怎么做 按部最后来看 那日期 其实他比较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里面一定是七元年 可是如果我表面上面 要把它改成什么 民国年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输入2015年的1月1号 但是呢 里面存的是这个 表面上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民国年的话 比如说像这样 104年 日月的话呢 我希望补零 如果是一位两位数字的话 就不用补 一位数字就补零 那斜线帮我改成点 最后帮我加成周级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切到today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today 如果今天 我希望用先产生今天日期好了 你可以再切到today 那我们先插入 那个日期时间函数 那各位可以看到 日期时间函数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 要 这个做的练习 那里面当然如果要取得系统 目前今天的时间 是这台电脑的系统的时间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日期 日期及时间 那你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today 这个 那today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边不需要任何引数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会抓你电脑的时间 所以理论上 应该如果你这个 你的电脑的时间没有错误了 比如6.57万 OK 那它自动会抓到 但如果说你电脑的时间也不对 它抓到也是错误的时间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确定 OK 8月2日 对 7月28日 另外的话 under 底下这个储存格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的函数 其实用No No No 其实No也可以 可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Today No 两个都不用引述 结果一模一样 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 你可以把这个储存 这两个储存可以选取 按滑鼠右键 那你可以怎样 设定格式化一下 按右键有个储存格式 那其实当然顾名是 Today跟No最大的差别 相差就是 是什么 时间部分 所以如果你只要把它改成时间 日期格式 改成时间 多一个什么 年月日 10分 看有没有 十分秒 这个好 OK 10分好了 OK AMPM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Today的话 它里面看到的就是12点整 也就是说Today它不会提供你时间 只有提供你年月日 那如果说你用Now的话 它除了年月日之外 它还有10分秒 这相关的讯息 就看你平常需要用到 另外第二个的话 你再把游标 按滑鼠右键 这两样 除成格式 请各位 再做另外一个动作 通用格式 把它改一下 按确定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 为什么通用格式把它变成数字的话 那Today跟Now 马上变成什么 变一个数字 你想说数字 什么是一个数字呢 43,689 那底下Now 为什么它还有小数点 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在Excel里面 它记载 日期 就是一个整数 那跟哪一天相比较呢 其实你在可以旁边输入1900年 1月1号 其实如果你在旁边输入1900的1月1号 实际上 它就是把什么 这一天当成是 Excel 的第一天 所以你按Enter 当然它输入 不会有错 可是你如果按右键你把它出现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1 OK 那也就是说从1900年1月1号串起 那算第一天 算到今天为止 总共 已经经过了 43,689天 那明天的话 再加1 在后天再加1 OK所以其实在以色列里面 日期 就是一个整数 没有小数点 OK 距离1900年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所以 它的原型是一个数字 可是你想说 那为什么这边后面会有小数点 其实特别主要 那24小时 刚好就一天 所以一个小时 刚好就1.24 OK 1.24 会有小数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 一整天的话 从0点开始 12点 那经过3小时 因为如果一个小时不能整出 如果用3 3个小时的话 就0.125 OK 那就3点 那如果说我把这两个 往下 增加到1好了 其实 这个每0.125 刚好就是 3 3个小时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把它再格式化的话 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时间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格式化成大家比较能够 这个好了 几点几分几秒 AM PM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0的话 其实就整数 刚好就是 凌晨的12点 那如果你经过了 3个小时 OK 24 除以3 刚好0.125 那其实他就意思是 3个小时 3个小时就3点 那再增加0.125 再3个小时 所以刚好 到一整天 就24小时刚好就多1 就多一天 应该可以懂这个道理吧 所以时间记得是小数点 OK 他就是除 反正就是 用那个一整天24小时去除 那就1.24 就是1个小时 再除以60 就是分钟 再除以60 那就是秒了 OK 除完一定是一堆小数点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好 那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就了解什么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原来他里面是 是放这个 然后你用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综合练习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希望 把它格式化成 综合练习看到的 民国年 有没有 那斜线变成点 各位数字补零 后面的话呢 加上周级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练习一下 刚刚我主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today 跟now有什么区别 now多时间 那时间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小数点 也就一天就24 一天就24个小时 OK 那用24小时除的话 那我用 每那个什么 每 每三个小时 就0.5 所以你看 看完 刚好就 一整天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把它格式化成 这样子 当然我们可以讲 把这个按右键 除成了格式 如果他除成格式化成民国年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日期里面 有一个叫中华民国历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格式化成 我们比较接近像这个好了 但问题来了 这个 还要再改 有没有他这边108年 然后我希望把这个斜线改成点 然后 50 有没有 如果各位说 瓜虎后面加周级的话 其实在 格式里面如果有些没有提供给你的话 你可以按制定一下 制定里面可以再做修改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再把那个民国年格式给 给这个格式出来 OK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未来如果你希望取得 那个 比如说一个初春歌里面 一个初春歌里面他可能包含什么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如果你要个别把 那个储存格的 这6个资料单独提取出来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记得 在Excel里面有 year month day 就是分别提取年月日 那如果你要提取那个 10分秒的话呢 顾名实义码你可以用 hour mini second OK 那如果你要提取周期的话 有个week day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 做那个 就是日期跟时间的计算 OK 所以特别 因为 日期跟时间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他里面其实虽然是一个 储存格但是其实 基本上他 他至少储存6个资料 年月日 跟10分秒 另外还有周期 那如果说你要分别 去得到这些讯息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 用其他的函数 分别把你要的资料给提取出来 OK 那因为像未来如果你们遇到那个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里面常常会 根据不同的时间 他可能要根据 哪一天 哪一周 哪一月 哪一年 或者是哪一季 做分别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 你如果要做枢纽分析表 你一定要有那个栏位 可是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通常一个栏位里面就是一个日期 那变成怎么样你要做不同的 日期的那种 报表的话 那你势必就是要把日期 再分开来 比如说你要做日报表 那你就要把日这个栏位产生 月报表你就要把 这个月份哪一个月份 把它那个栏位产生 那怎么把 那个某一个 资料给拆开来的话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首先请各位 先开启那个日期时间函数 的这个范例 那稍微了解一下 主要我们 就是第1个先让各位了解 那个 到底sale里面是怎么记录日期跟时间的 第2个 日期跟 日期跟时间怎么样把它做一些 格式化 第3个就是怎么样再把日期跟时间 从初春歌里面做分离 OK 后面我们会 再巧妙的去使用这些日期 及时间的函数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了解 先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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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